大家好,今天分享短文 做人越活越累的七种性格 一,心态软的人 心态软的人优柔寡断 且内心十分敏感 容易受到外界变化的干扰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总是委曲求全 为别人着想 不敢拒绝别人 让自己活得非常累 记住,心态软是病 一定得治 二,太善良的人 做人要善良 但一定要带点锋芒 这是一种生活智慧 与人为善,谦卑礼让 这是好事 但如果你没有底线的善良 就会让有些人得寸进尺 没所欲为 记住,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善良要有耻 忍让要有度 三,太懂事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 人越懂事 往往越没有人在乎 别人觉得你无所不能 任何困难都能扛得住 正如杨将先生所说 后来我们才知道 那些脾气好的人都在受气 会照顾人的都没有人照顾 会哭会闹的人有糖吃 那些懂事的人反而没人心疼 四,太重感情的人 太注重感情的人 总是愿意为别人考虑 把快乐给了别人 却把悲伤留给了自己 你总是在担心 身边会失去谁 却唯独忘了问 又有谁害怕失去你 记住 在世界上从来都没有 真正的感同身受 五,爱胡思乱想的人 爱胡思乱想的人 其实就是在精神内耗 自己的心理戏太多 言未出 结局一言千百遍 身未动 心中已过万重山 行未果 假象苦难 仇不展 事已毙 过往仍在脑中演 记住 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 你若不伤 岁月无恙 六 太看重钱财的人 老话说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但是 不能把钱财看得太重 如果看得太重 就容易被金钱所奴役 让自己越活越累 记住 你越在意什么 什么就会折磨你 你越计较什么 什么就会困扰你 七 拿得起 放不下的人 做人 执于一念 将受困于一念 一念放下 会自在于心间 人生如茶 尘实坦然 浮实淡然 要拿得起 也要放得下 学会放下 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记住 命里有时 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好 刚才分享了短文 做人 越活越累的 七种性格 看看有没有你 来源网络 感谢收看